所以这女士还是有很多过往经历的 先生 咱一起听听她的故事呗 想听 好来 我们看看 一些人的经历都有好多的 好来 来 看看三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怎样才算老有所依 五年不会笑 被迫离婚 怎么样才算老有所依呢 我觉得是儿女我已经尽到这人了 而且我看了四年孙子 现在得有老有所依念 就是我踏踏实实找一个靠谱的 能够有共同语言的 能够心灵相通的 年龄相当的 一起做个饭了 买个菜了 溜个弯了 共同唱歌了 开开心 开个玩笑了 你给我讲故事 我跟你讲个故事了 我这人特别愿意开玩笑 而且我是愿意笑的女生 人家多说 愿意笑的女生 运气不会差 我觉得我运气不会差 因为我天天很开心 我给自己找开心 将来有另一半的时候 我一定 你一定也让你更开心 更年轻 更健康 一个人太孤单 两个人才是一个家 就得有个爸 是 那就是在一块 才能营造一个幸福的家 才晚年的生活 是不是才更有意义 五年不会笑 是 就是我的老公啊 也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他那个老高山毕业以后 在保险公司工作 当了那个经理 然后省里要提他 当副经理的时候 他的同学同事都知道了 请他吃饭 喝酒 不会喝酒 不会吸烟 不会喝酒 喝这么大五杯酒 反正回家跟我聊天 没有咱们聊天这么时间长 不行了 给我刺激的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的了 怎么了当时 心梗 你说心梗 也不知道 老初学也不知道 反正就不会说话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儿子就赶紧给打电话 救护车来了以后 说已经不行了 我说必须抢救 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夜 第二天早 等开了我手术 说脑出血 说手术以后 可能植物人 我说植物人我也认可 做到人之意尽 夫妻一回 完了之后他走了 我还不知道走了 人抬走不让走 不让抬走就散了 不许走 我就感觉他在我这边 当五年他走了以后 我就根本不会笑 而且不知道他走了 就稀里糊涂这五年 但我还上班 我有一个信念 我一定不要得精神病 我俩孩子没大学毕业 我一定要把他们 供养成人 大学毕业 然后成家立业 最后我任务完成了 他也走了 五年以后 我怎么才会笑呢 我家里边 我妹妹 我妈妈 我妈妈非常高龄 八九十岁了 到我家去说 姑娘啊 你不能老这样 你不能老这样 你要这样 妈妈怎么活的 我想人活的 不能致时 不能为自己活的 不能关闺儿女活的 我也是我妈妈的女儿 所以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那个时候 我原来在单位 搞理论研究室的 后来我跟单位提出 我说我现在不能写了 让我上个工作 轻松一点地方 后来单位说 那你成功会吧 做女工主任 做女工主任 什么事也没有 唱歌跳舞 学习教地舞 回来教几百人 跳教地舞 慢慢就开心起来了 慢慢就开心起来了 就是爱人走的那前五年 就浑浑噩噩的 浑浑噩噩噩 不知如何是好 也不知道谁说啥 你说我听的呢 再说我就听不到了 就浑浑噩噩噩 因为过去感情太好了 就过去太好了 当初我非常恨她 现在我不恨她了 因为她也不希望我 那么浑浑噩噩 也不希望我就是很痛苦 就您恨她 我恨她 她也不愿意找 这是人生路上 都得有一天 只是她比我找的 早一点而已 恨她撒手离开了 恨她把所有的负担 都给我了 你还不如都有不好呢 不如咱们俩整天吵 整天闹 不如不像咱俩 哪怕咱俩吵架呢 还有个人呢 所以我现在 我就是特别想得开 你觉得这家有戏吗 没戏 不可能 我叫这没戏 为啥没戏 那通信剧的时候 你会儿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